作为飞机界的奇葩设计 强迫症患者的一生之地 美军的空运核心 名副其实的空中巨兽 代号环球霸王3的C17运输机 以其不对称设计 闻名于世 最近几年 从阿富汗大撤离 再到全球各地的人道救援 C17的身影总是频繁出现 作为带着60吨M1主战坦克 全球可飞的空疏飞机 这家伙的肚子还是个歪的 那么问题来了 这家被誉为全球最强运输机的 空中霸主 身上的奇怪缺陷 究竟是波音公司的工程师 喝多后画错了图纸 还是说 在这个看似不完美的设计背后 掩藏着什么 让他称霸蓝天的终极秘密 而他的存在 又将如何重新定义 现代战争中的空中生命线 C17环球霸王的设计 相比较人们心中的飞机形象 确实显得有些不着调 可细看之下却能看到 波音公司的设计师 的确是在C17运输机身上 花了心思 原因在于 C17的设计 其实遵循着一个核心原则 那就是实用为主 功能优先 这种原则最直观的体现 恰恰就是 它身上多处不对称的布局 C17环球霸王的设计中 最显著的不对称 就是肌腹下方 左短右长的起楼架整流罩 这里的设计思路在于 一体化整合 工程师没有为新增的 APU和RAT 单独设计舱室 而是巧妙地利用了 起落架整流罩 这个本已存在的结构 降起驾场 一次性解决了 两个系统的安放问题 而APU的作用 是让C17获得了机场独立性 无需地勤支援 RAT则提供了 动力全尸时的 最后一道安全保障 将这两个功能上 都追求独立自主的系统 打包放在一起 本身就是一种 逻辑上的高度统一 这种设计 牺牲了外观的对称 却换来了结构上的简洁 和功能上的高度集成 第二个不对称设计 体现在主起落架的 非对称安装上 两侧起落架的 安装朝向不同 是为了解决 大型飞机 在狭小空间内的 挪车难题 在传统的飞机设计中 大型飞机转向 需要巨大的空间 但C17通过这种 不对称布局 配合后轮转向 能让两侧的六个轮子 以不同的轨迹运动 极大的减小了转弯半径 这使得它能在宽度 仅27.5米的跑道上 完成三点转向 这种设计 是用最小的结构改动 换取了最大的地面机动性 对于需要在拥挤 简陆的前线机场 快速完成任务的C17来说 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优势 除此之外 最能体现C17实用性设计的 是它偏向左侧的空中加油口 这里解决的是 人体工程学中的事业问题 讲到这里 我们的眼光就要落在 C17的尾翼上 大型梯形尾翼 是C17的标志 但也为辅助的加油机 带来的事业遮挡的麻烦 如果加油口居中 加油机操作员的视线 会被垂尾阻挡 考虑到C17需要应对 战场的复杂情况 设计师没有选择 更复杂的方案 比如说在加油机上 增加额外的摄像头 而是采取了最简单 直接的办法 把加油口移到旁边 这个歪脖子设计 虽然看起来有些怪异 但却完美地绕开了障碍物 为操作员提供了一个 清晰无遮挡的对接视角 直接提升了 这项高风险操作的安全性 和成功率 而C17驾驶舱的 单侧第三座位 则体现设计者 对空间价值的深刻理解 C17的高度自动化 决定了其标准机组 只需两人 第三个座位 其实是为特殊任务 准备的附加项 设计师没有为了 这个完成目标 而去挤占驾驶舱的 中心黄金地段 而是将其安置在 副驾驶的身后 这个位置既能让乘客观察飞行 又不会干扰飞行员 同时靠近设备区和休息区 功能性极强 这是对驾驶舱空间价值 进行优先级排序后的最优解 核心功能区保持简洁高效 附加功能区则见风插针 最后是非对称的防御传感器布局 这里的设计精巧在于 绝对的防御力覆盖 设计师放弃了美学上的对称排列 因为战场上的威胁 可不会在乎是否美观 他们通过计算机模拟 找出所有可能的探测死角 然后像打补丁一样 精确地在这些位置上 安放上了传感器 虽然这样的布局看着杂乱 但却是唯一能够确保 飞机在复杂电磁和火力环境下 实现360度无死角态势感知的方案 总而言之 C17的每一处不对称 都是一次权衡与取舍 作为考虑战场环境的工程设计 设计者可不是去创造一个艺术品 而是用最可靠的方式 去解决实际的问题 不过理论说再多 不如战场走一遭 C17那些不对称设计究竟有多像 还是要经受实际考验 随着伊拉克战争的大象 C17也迎来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并且一上来就成了战场新兴 原来在战争初起 美军需要快速将一支重装甲部队 部署到伊拉克纵身 如果是依照传统流程 美军则需要先用C5运输机 把M1主战坦克运到科威特的 大型空军基地卸货 再通过漫长且危险的陆路 运输往前线 但有了C17后 美军的玩法就变了 在美国本土的基地 一辆60多吨重的M1主战坦克 缓缓开上了C17宽大的货桥 接着就被人稳稳固定在机舱内 随后C17直接起飞 经过空中驾游 连续飞行十几个小时 横跨大西洋和欧洲大陆 它的目的地 不是后方安全的枢纽机场 而是伊拉克境内 一个刚刚被工兵部队 抢修出来的 凌乱简陋的前线机场 接下来就是C17的高光时刻 它以一个极陡峭的角度 近乎砸向那条端小的跑道 而C17选择这种进场方式 也是为了最大限度的减少 在敌方防空火力下的暴露时间 着陆后 强大的反推力装置启动 而这个时候 就能体现到C17设计的天才之处 与其他飞机不同 C17的发动机喷口 能将气流向上和向前吹 这个设计的巧妙在于 第一避免了在土路上 把砂石吸进发动机 第二巨大的反推力 配合刹车系统 让这个庞然大物 在极短的距离内 就能稳稳停住 到了这里 C17的神奇还未结束 在它还没停稳时 AP又早已启动 飞行员甚至不需要塔台指挥 自己就能操作飞机 利用那个不对称的逐起落架 在狭窄的停机坪上 完成一个不可思议的三点转向 将机尾对准预定卸货点 而随着C17的后舱门打开 M1坦克怒吼着时下破道 履带直接碾上前线的土地 从美国本土到伊拉克前线 坦克直送一步到位的整个过程 C17就像一个精准高效的投弹手 彻底颠覆了重装部队的 部署速度和模式 这就是所谓的战区直送 除了在战场上硬核运送坦克 C17在人道救援的工作上 也是一位好手 喀布尔机场救援事件 就是个例子 当时喀布尔机场陷入一片混乱 成千上万的民众涌向跑道 试图逃离 在这种极端恶劣 且毫无秩序的环境下 C17则巧妙运用 它的高位机翼和发动机设计 让它在地面人群拥挤时 能最大限度的避免伤机无故 而APU提供的独立作业能力 也让它在地面指挥系统 瘫痪的情况下 可以完成起飞准备 在这其中 一架呼号为871的C17 成为了全球的焦点 当时的情况是 绝望的阿富汗民众绕过安保 冲进了已经放下货桥的机舱 而C17的载人上线 实际是134名士兵 但面对黑压压的人群 机组人员没有将他们赶下去 他们决定能装多少 就装多少 最终 这架C17的货舱里 像杀定鱼罐头一样 挤满了823人 这是其设计载荷的六倍多 起飞的过程精心动魄 飞行员不得不在 满视人群的跑道上 强行拉起飞机 而一旦升空 这架严重超载的运输机 就要经受对其结构强度 发动机功率 和飞控系统的极限考验 最终 它以平稳降落 保障成员安全的成果 向世界展示了 C17无与伦比的可靠性 和设计荣誉 它证明了 这架飞机的设计 无论是作为战争平台 还是人道主义救援 C17都拥有 能应对任何极端情况的能力 看到这里 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 C17这种别出心裁的设计 难不成还是 波音公司的独门绝技 其实不然 如果咱们翻开 航空史的相册 就会发现 C17的这些不对称设计 其实也有着师门传承 在它之前 早就有一群 为了追求极致功能 而不惜把自己 变成奇葩的狠角色 今天咱们就来盘点一下 这个不对称设计名人堂里 究竟有几位 重量级前辈 第一位 也是最极端的一位 就是二战时 德国的BV-1141侦察机 这家伙可以说是 不对称设计 这条路上的行为艺术家 当时的德国空军 需要一款 视野无敌的侦察机 而布洛姆福斯公司的 鬼才设计师 理查德沃格特 给出的设计方案 则震惊了所有人 他直接把飞机 劈成两半 左边是一根 装着发动机 和尾翼的长杆子 右边则是一个独立的 像玻璃炮一样的 全景座舱 这么做的好处是什么 侦察员坐在 右边的玻璃包厢里 视野好到炸裂 上下左右 几乎没有任何遮挡 但问题是 这玩意儿要怎么飞 一边重一边轻 一边有推力 一边没推力 在其他人眼中 这种飞机 即便是能飞 也是想等会儿 和上帝聊聊天 更别提按常理来讲 这种飞机发动机开启 就得开始原地转圈 可沃格特通过精确的计算 巧妙地利用了 螺旋桨飞机的扭矩效应 滑流效应 以及座舱本身产生的空气阻力 应是让这些乱七八糟的利益 相互抵消 达到了一个诡异的平衡 根据试飞员的报告 BV141飞起来 甚至比很多常规飞机 还要稳定 虽然他最后因为 发动机供应不足 以及让异象喜欢黑科技的德国 都觉得过于黑高科技了 而没能大规模量产 但BV141 用自己堪称魔幻的飞行表演 证明了一件事 只要物理学允许 再奇葩的设计 也能飞上天 第二位则是为了 带眼试图而魔改的侦察机 洛克希德 RP38 我们都知道 P38闪电是一款成功的战斗机 但美军为了执行侦察任务 对它进行了一项 脑洞大开的改装 他们拆掉了P38机头里 所有的机箱机炮 然后把整个机笔改造成了一个 全玻璃的投弹手领航员坐舱 还在里面塞进去了一个人 和一套诺顿轰炸瞄准机 这样一来 标准的P38战斗机 就变成了一架驾驶舱 不对称的领航轰炸机 飞行员坐在后面的 原始驾驶舱里开飞机 而前面玻璃鼻子里的投弹手 则负责带领整个轰炸机编队 进行精确瞄准和投弹 这种改装 是典型的功能性不对称 它牺牲了飞机本身的空战能力 换来的是为了整个编队 提供眼睛的战略价值 至于第三位 则是来自苏联的暴力美学 图伯列夫 图九一 海军攻击机 那是在冷战时期 苏联人为了打造一款 皮实耐用的舰载攻击机图九一 也走上了不对称的道路 这架北约代号靴子的飞机 长相就非常的粗犷 它的独特之处 在于一台巨大的涡轮螺旋桨发动机 被偏制安装在了机身的右侧 而飞行员和武器操作员的座舱 则位于机身的左侧 为什么这么设计 原因则是这台飞机的发动机太猛了 它驱动的不是一个螺旋桨 而是两个对转的 像绞肉机一样的巨大螺旋桨 如果把它放中间 飞行员的视野就会被严重遮挡 于是图伯列夫的设计师 简单粗暴地把驾驶舱往旁边一挪 你看视野问题解决了 于此同时 发动机的进气道 被巧妙地整合进了记忆根部 而排气管则从驾驶舱下方穿过 使得结构异常紧凑 土九一把所有东西都拧在一起 一切为了冲击力和生存器 它代表了正式苏式武器 追求极致功能的暴力美学 至于最后一位则有些特殊 那就是洛克希德生产的 X-H-51A直升机 毕竟也没有人说 只有固定一飞机才能玩不对称吧 直升机来凑热闹也是合理的 大概吧 时间退回到上世纪60年代 当时为了探索高速直升机的可能性 洛克希德公司推出了 X-H-51A验证机 它在标准直升机结构的基础上 干了两件相当出格的事 第一就是 它在机身左侧 非对称地增加了一对短翼 这对短翼的作用则是 在直升机高速飞行时 分担悬翼的生力 让直升机飞得更快 第二点 则是在它的机身尾部 非对称地加装了一台喷气式发动机 用来提供额外的推力 最终 这架一半是直升机 一半是固定翼飞机的混血儿 飞出了超过480公里每小时的惊人速度 在当时创造了直升机的速度记录 它的案例也告诉我们 不对称设计 还可以做一种混合动力的解决方案 通过嫁接不同的技术 来突破传统平台的性能机械 所以 从BV141的结构不对称 到RP38的功能不对称 再到图91的动力不对称 和XH51A的混合不对称 我们可以看到 不对称设计 其实在航空史上 也算是有着历史传承的 而417正是这个非对称设计 最成功的继承者 它继承了设计师 功能优先的实用主义思想 将其发挥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讲到这里 我们已经知道 417的不对称 以及它那些奇葩前辈们的设计 都是为了解决特定问题而诞生的 那么这种设计思维 难道只存在于飞机设计领域吗 当然不是 事实上 只要您留心观察 就会发现 这种设计哲学 其实就藏在我们身边 只是我们常常忽略它 比如军事上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海上的移动堡垒 航空母舰 你也见过左右完全对称的航母吗 没有吧 所有的现代航母 无一例外 都有一个向一侧突出的 巨大的舰岛 这个舰岛集成了航母的舰桥 飞行控制师 雷达和通信天线 是整艘航母的大脑和神经中枢 为什么要把它放在一边 答案和C17的歪脖子加油口一样 都是为了给舰载机 腾出一条尽可能宽阔 平坦的起降跑道 如果把舰岛放在中间 那航母就成了个海上减速弹 舰载机还怎么玩 所以航母设计师们 把所有上层建筑都扫到了一边 将最宝贵的甲板中轴线 完全让位给了起降这个核心功能 这和C17为了视野 把加油口挪到一边 是不是异曲同工之妙 而这种设计 甚至就在我们每天使用的电脑键盘上 你现在低头 看一眼你的QWERTY键盘 就会发现字母的排列 毫无规律可言 常用字母和不常用字母混杂在一起 这其实是继承了 老式打字机的不对称布局 当时的设计 是为了故意把常用的字母对分开 避免打字元速度太快 导致机械连杆卡住 虽然在今天的电子键盘上 卡通问题早已不存在 但这种不对称布局 却一直沿用至今 成为了全球通行的标准 所以无论是航母的箭导 还是我们天天敲的键盘 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设计 背后都隐藏着 与C17相同的设计哲学 那就是形式必须为功能服务 一个设计好不好看 永远是最后一个 需要考虑的问题 如何用最高效 最可靠的方式 解决核心矛盾 才是产品的核心 从这个角度看 C17的歪肚子代表的是一种实用主义 射击的魅 好了 关于C17环球霸王的故事 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别忘了点赞关注 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 除了C17 你还知道哪些丑的实用的经典武器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给大家 我是火力君 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 各位观众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T恤 不仅超有态度 还堪称性价比之王 首先 它超级轻 拿在手上轻飘飘 穿上身更是零孵蛋 舒服到让你忘了它的存在 其次 灭掉剧透气 就像会呼吸一样 就算在外面跑一天 也能保持干爽 彻底告别 粘密感 最关键的是 价格真的让我惊掉下巴 仅需很少的钱 你就能拥有这份清爽 质量和舒适度绝对远超这个价位 闭着眼入都不亏 多买几件换着穿 也毫无压力 便接已经给你们上了 这种宝藏 T恤手慢无 赶紧去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继续